这个时间修行非常困难 最大的困难 寿命太短了 就是我们修学时间不够 还没成功寿命到了 那来生的人道的人生继续在干 至少中断二十年 这一个是这个死生了二十年 把前世所修的东西几乎都忘得干干净净 这一生来接着干是快一点 总不如有足够的寿命 这一生当中就圆满成就 这个事情到极乐世界就结局了 生到极乐世界的人 跟阿弥陀佛一样 阿弥陀佛无量寿 极乐世界人人都是无量寿 所以叫夜三圆满成就 他有时间吗 就凭这一点 我们真明白了 真清楚了 那非去不可 佛教导我们 这个世界 不能带到极乐世界去 全方向 能带到极乐世界去 要好好休息 休息 这带着走点 这不能不知道 什么东西带着走 戒顶慧带着走 禅定般若带着走 断卧修善 急功累德 带着走 真能带着走 这个世界 自私自利 明文立扬 无欲留存 带不走 带不走的 要真的把它放下 一丝毫留念都没有 带着走的 要认真学习 学佛 终极的目标 是希望 明心见心 见心成佛 真的是回归自信 我们只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肯定在一生当中 圆满成就 这怎么叫一生 往生极乐世界是一生 要知道 往生是活着往生的 不是死了往生的 这个诸位同学 一定要清楚 所以往生不死 阿弥陀佛来接引你 你并没有断气 你还是活人 你看到佛来接引 跟佛去了 给家人 再见 打个招呼 再见 就走了 身体不要了 丢了 身体带不去 这是很肮脏的东西 极乐世界是清净世界 没有这种肮脏东西 这是一切的染物根源 所以要把它丢掉 所以到极乐世界 活着去 没死 活着去 去到极乐世界 那个地方是化身 不是太身 极乐世界是化身 没有生老病死苦 而且 这个体质 佛给我们介绍 字幕真经色神 金刚不坏神 都是从自信流露出来的 跟佛一样 身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好 你真的是看到了 真清楚搞明白了 你能不去吗 你还在这个世间 还有什么留念 丝毫留念 都没有了 这夜心向往 这夜心向往 欧夜大师 在《弥陶经药节》里面说 这个一个念头 就是 罚无上 让菩提心 长得好 那换句话说 你往生的条件 完全居住了 好 谢谢大家 继续